好的 兄弟们们 大家下午好 主场对阵 河北京队的比赛正式开始 身穿蓝色的上一个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客队河北京 而又身穿传统的王亮 很关键的抢断 王熙 前场队的反击 前场人数上暂时是三打四 好的 直塞给董志远 传到周路 这条有了董志远 1米0 这条球董志远四传四射 但是手打到了对方队员的腿上 直接是飞入了对方的球门 1米0 这球应该算在董志远的身上 董志远本赛季的第三例联赛进球 这个进球价值连城啊 因为对手呢是目前排在北区第一的特别精英 刚才为董志远送上助攻的又是七号王熙 王熙今天在董志远的身后来出任前腰的位置 而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有两次关键的职塞了 全民们2019赛季的中国足学会以及联赛 第十一轮大林青少队主场对阵 和北京队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大林青少队依靠董志远的一路进球 是1比0在十点先 我们看董志远又有机会 传到右路 大门球进了2比0 董志远没有选择残球 而是呢 向右掏了一步 过掉了对方的门将 之后是直接抽射 将球打进 下半场比赛刚开场一分钟 大林青少队 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 2比0 董志远没跟二度 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的表现是很出色的 在抽射比赛当中啊 上下半场 以及中场之前的 足球梦 但是应该说在 刘洋的生涯当中呢 结果不是特别理想的 而16年呢 石俊来到了贺锐 那么成为球队 这三个赛季 加上这个赛季 是第四个赛季的 主力中锋了 16到18年呢 石俊是出场 64场打进了29球 我们看看 这个定位球 掉到后面 投球就摆到中了 我一脚 投球的上门 王菲克 这球有了 现在 何比军队将比分 单为了1比2 这个定位球的防守上 前脚队有疏忽了 都以为 33号的石俊 会直接选择打门的 因为这个位置呢 的确作为左脚球员 石俊的脚法也是不错的 他可以选择直接的打门 但是呢 石俊啊 没有选择这种常规的打法 而是将球掉向了后点 而在后点的队员 投球百度 中路的王菲克呢 是投球将球打进了 千道队的球门 现在的比分 改写为了1比2 王菲克 进去外围 做一个撞强的配合 安逸斐一角 大门 这球有了 2比2 非常漂亮的一角 外围的远射 在 10号 安逸斐的身前 没有对人对他进行阻截 可能没有想到 安逸斐会直接选择 正脚被抽射的 那么这脚射门的质量 也是非常高 崔凯呢 虽然做出铺就 但是维持一晚了 2比2 千道队 在短短的 十来分钟的时间 连丢两球 仗送了领先的优势 我们看看之后比赛的进程 将会怎样来发展 左侧的小球 这次我们看落点怎么样 成到中路 后点还有机会 再调入地区 打到红梁上 再次的红球 球进了 3比2 特别经营队 反抽比分 这个小球 千道队啊 防守的队员 注意力不集中 球来到后点之后呢 再将球打到中路 球在谈到横梁上之后 千道队的队员 没有对球的落点 做足够的保护 被特别经营队的队员 直接投球将球顶进了球门 现在的比分 3比2 何必经营队反超比分 何必经营队 在这个赛季 八胜一平保持不败 有他们的道理的 在球队落后两球的时候 他们没有放弃 连续进了三个进球 千道队要小心了 何必经营队已经 气势了 第一点 我们看谁能抢到 是石俊的 交到右路徐熙 再调到禁区 世门 哇 叶续远 如果今天 何必经营队获胜 那么他是最大的攻击了 好了 台队就想了 本场比赛结束的效应 最终 大连千道队在主场 2比3 不敌何必经营 特别经营队完成了 他们在本赛季 终于联赛的九连胜 而现在他们将会 继续扩大领先的优势 排在北区精神榜的第一位 而大连千道队在输掉 这场关键的战役之后呢 他们的排名可能 会比第五名还要靠后 而距离前四名的差距呢 也有可能将会被拉大 所以说千道队这个赛季 想要完成冲甲的目标 当然了 时间还有 因为现在的赛程仅仅过去了 三分之一 那么在后来的三分之二的赛程当中呢 千道队如果想完成冲甲的目标 要付出比前三分之一更多的努力了 因为现在其实在基本榜上 他们已经被前四名的球队 拉下来了 所以说呢 我们祝愿千道队在未来的比赛 尤其是客场的比赛当中 也要拿出今天 和和北京上半场比赛的一个比赛的态势 这样的精气神 才能够让他们 在未来的赛程当中呢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们也希望千道队的将士们 不要受现在积分的影响 要在未来赛程当中呢 打出更好的成绩 打出更好的比赛 我们祝愿千道队能够在 未来的比赛当中呢 如愿地完成冲甲的目标 好的 本场比赛的现场直播的画面呢 就给大家转播到这了 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 初小桥 也欢迎大家呢 来关注我的西浪微博 我们可以在微博上呢 来探讨 中一联赛 包括丹林千道队的一些话题 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 就给大家直播到这了 我们下次的转播再会